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称之为叫做土豪 你以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是永远的强国 但最近整个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逆转的讯息 已经有国际的经济专家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长期的可能走向1990年代日本的例子 1990年代的时候 当时日本就从一个全世界认为最强的经济国家之一 当时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最高的 而美国因此在汽车在各方面的领域 包括电子产品都输给了Made in Japan 结果美国对它实施的报复性的相关的一些做法 最终导致日本投降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 从此之后日本经济制造业各方面出口 通通都开始下滑 日本政府进行了一连串的刺激方案 最终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日本出现了本土性的风暴 而直到今天日本的国债仍然占它GDP高达百分之两百二十七 也就是说早在金融海啸之前 日本的经济已经不行了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近代的日本故事 再回顾一下它是怎么走过来 现在已经有国际的经济学家认为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 虽然它在内需的部分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但整体而言中国并没有成功的在金融海啸之后 做出它重大的经济转型 而Made in China曾经最大的出口 所谓世界的工厂 在经过因为美国的消费市场不振 欧债危机之后 再找不到这么大的市场情况里头 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找到 它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 仍然不断的靠政府的投资 经济的刺激到维刺激 以及变相的量化宽松政策 在支撑经济 因为此最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 在中国大陆的天津召开 许多人非常瞩目 如何来看待现在正在再度转变中的中国 而转身中国呢 连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担任IMF副总裁的朱明 他也承认整体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在减速 而且未来一年全球的经济主要挑战 仍然是如何面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 对于新兴经济体 他认为这个挑战还没有结束 而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的经济 再度面临了一个所谓的转弱的一些讯息 而且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8月份所公布的中国相关的经济数据 制造业是下滑的 连内需都下滑 中国这一波的经济改革最重要是 制造业没有关系 出口是会下滑的 但是一定要转型成内需 结果中国8月份的内需出现下滑的状况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是中国8月的通膨率 如果我们还记得在2010年左右 中国最重要就是把通膨要控制在4%以下 结果现在中国的通膨出现的降到2% 这2%的讯息称之为叫通缩 就是很多人认为大家不敢花钱了 将来经济前景是不好的 于是就减少花钱 这就是日本经济开始下滑的原因 就是日本人其实口袋中不是没有钱 但是他们对未来的经济看法 经济前景基本上是看坏的 而且日本后来房地产又泡沫化破掉了 所以最后大家都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的结果就会出现通货 所谓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通货紧缩的情况 那么8月份所公布的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降到只有2% 这个数据使得国际有一些经济学家 包括Mary Lynch 包括英国金融时报 都引用了这个数据 认为中国可能会走上日本的老路 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亲自出席了夏季达沃斯的论坛 他认为首先第一个中国经济 不会硬着陆 而他觉得中国还可以再发展 他认为的答案是 在城乡和区域里头发展不平衡 他觉得和1990年代的日本不一样 当时城乡发展已经平衡 中国在这个部分里头和当时的日本是不同的 很不平衡 差距很大 因此仍然有他的潜力 而过去许多人非常重视谈话的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 也是首席经济学家 现在退下来的林毅夫 则在这一场夏季达沃斯论坛里头 意外的主张中国要面对现实 干脆下调他的经济增长 只剩下7%左右 那么这些数据都呈现出来 很多人正把中国当成一个崛起的经济强国 可是事实上从2008年 4兆人民币丢下来 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 整体中国到目前为止 一波又一波的刺激 一波又一波的整个提振方案 转型战略目标 新兴产业各种名称不断地喊出来 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找到 他真正的经济出路 大陆柔市犹如进入寒冬 尽管执行限购的47个城市 已有40个松满 但持续看跌的房价 让买盘保持观望 而股票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陆续公布半年报 他们已不再是过去的获利网 虽然上半年营收能有近6%的增长 但144家上市房企 有过半的74家业绩负成长 我觉得中国的楼市 不是你买了就能挣钱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黄金的10年肯定已经过去了 房地产随便买随便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深度调整挤泡沫的过程中 更引发全面崩盘的市场务力 美银美林本周就发表一份报告 只过去几年间 大陆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支持房地产在内的刺激措施 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隔绝在外 但留下的是资产泡沫和一堆坏账 这份报告中说 大陆正在走日本的老路 沿袭了日本30年前上演过的通货紧缩剧本 而在大陆公布8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之后 类似的警告陆续出炉 海关总署的外贸数据显示 8月的进出口总值增长3.9% 其中出口成长9.2% 进口却下降了2.4% 但月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 3,061亿人民币增长76% 这并非外需回暖 而是进口衰退 大陆的内需严重不足 此外 8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2% 低于7月的2.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更是年减1.2% 以连续30个月负成长 华尔街日报引述多位经济学家的分析 说这数据显示大陆内需相当疲软 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持续加大 延续第三季以来的经济 不如以往增长力道的气氛中 夏季达卧室论坛在大陆天津开幕 全球企业领袖都想透过这平台 了解这当前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重要引擎的国家 到底怎么了 国际国内经济出现新常态下 我们保持定力 深处着力 更加关注 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 并不随单向指标的短期小幅波动而起舞 大陆总理李克强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说 用了很大的篇幅 谈中国这场经济转型的改革 而对李克强来说 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就业 他在演说中透露 尽管经济增速放缓 但今年前八个月 城镇新增就业达到970多万人 已经快达成今年目标的1000万 显然7.5%上下的经济增速 足以稳定政治与社会情势 我们采取的措施 激励当前更会长远 有能力防范出现大的起伏 更不会发生硬着陆 这更像一场反驳进来外资唱空的信心喊话 尽管市场上推八月底的国务院会议 颁布的多项基础设施投资案 给予强刺激的评论 李克强依旧必谈 反而强调不会动摇既定的调控节奏与改革 中国处于如此巨大的一个结构调整 增长速度调整 模型转换的阶段 整个增长的速度 各个方面的变好 我觉得这波动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像外资机构的唱空悲观 曾经担任大陆人行副行长 现任IMF副总裁的朱铭 呼吁外界要用平常心看待 近期不太理想的经济数据 毕竟大陆上半年7.4%的GDP增长 能为世界贡献了30% 但朱铭认为当前大陆的房价 和企业结构方面的调整不可避免 重点在于 有没有新的行业可以替代房地产 以弱化房市波动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中心的很难和挑战 而在一场分论坛上 北京清大经济学教授李道奎也说 大陆正经历改革阶段中 U型的地步 全世界都在经历大陆的经济转型阵痛期 或许这还需要一段时日 但短期的经济波动并非 全然如外资报告的集体悲观 而主导这场改革的大陆官员更相信 逐步到位的各项政策 改革的红利将让中国华丽变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